这个画面怎么 哎 但他被闪了 啊 这就没办法了 嗯 这个位置一旦被闪的话就没有地方退了 但是你可以看到他好像小索被喷了一枪 小索这个血量真真一滴 不好意思 他一定会把MG赶走的 是 天气只要汇合到大方当中 MG就找不到什么机会了 哎 但是刚刚说完 直接被留下了 比尔也是直接被压房给放倒 这年上只有一个人啊 当时啊 他们好像被滞留了 倒是非要正面 没顶住 两兄弟直接摆给 哇 这个前景上面真的看不出来 当时MG跟尖级 他其他三个人跟他们是有点距离的 但是一波小爆发 直接让尖级进退无门 呃 应该是在车上倚了一下 但是他的效率太高了你知道吧 我觉得一开始本来没有想过 这两个队伍一定要杀了一次我活的 但是我既然都已经打了你两个了 对不对 我不得分进去一下我都对不起 我这两波爆发 是的你头领上打的这么热闹 拍手直接摸上来要拿分 一波背出 一波 他给队友某某爆点 兄弟我屁股都没来人了 他进去了 圈中心 再往前走就是KDF的附近 这一波机表开车的渠动呢 是会给打了把这个提个警钟的 天霸的左边抽了一个 是的 打了二十分战 晓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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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一个了 但是外面有人抽 机表很烦 因为他这房区里面的人不多 但是外面的人把他打的真的是 没地方去 估计好像是在半山坡的一个位置啊 被人抽到了 被人抽到了 这肯定今天直接冲啊 这还想什么 直接房子里面清啊 而那边 牛海币跟 GXGX是主动撞击了 这一片的房区大仓 是的 牛海币现在全员到齐 是的 其实这种状态都给前面对方的计划 包括你就比如说天路 天路下就很舒服 打杯 107接手了Danava放出来的那个房子 因为他们就是 会合去支援了 这个就是 这个 Pero也想 也想要这个房子 铁锁链板啊 回去了 是的 Pero来晚了 这个感觉现在目前Pero 没人敢去救这个点啊 是的 天路一波插队插到了 IFTV的售备之前 然后IFTV准备接V7 是 Danava salute炸 salute Danava也是这个对伤的神 对 最近一直会出现对伤 我们在一瞬间 将V7的分寿 全部收入囊中 是 IFTV是完美阵型接V7 所以不会出现什么问题的 是的 之前落位 现在就看NF那边了 哎呦 这边火焰直接被换没了 GV要从1公尺 他还不会被打了 天呐 反而目前只剩小羊一个 请的倒车入库 还是被激活打掉 之前弹幕有人提醒过我 说好像巨幅的车技不是很好 需要练 因为巨幅会出现翻车呀 然后各种各样的问题嘛 肯定这种失误是越是越少越好 因为这种比赛很多紧急时刻 你比如说现在这紧急的贴点啊 贴房什么的 你出现 它是放出来的 结果开车出现了问题 哦圆点 小鹿 没空放倒了老橘 嗯 但能救啊 运点很重要 脚步一样能听到了 没听到 背声 他听到是来不及了 这一波出枪速度效率太快了 瞬间给小鹿秒杀之后的话 他会选择开车过来 但是圆点有天路的架枪 导致 FTI 这两兄弟应该是不太好下山了 而且还扛着四圈的蓝圈伤害 要在蓝圈里架枪 是蓝圈里架枪打蓝圈要打个要的 鬼神正面一打二 发现最高人员多 往后撤啊小海后面 给足枪线 将老橘再打的二 老橘二打 那这坡架没打过 但是认识的时候是把老橘给补掉了 这波 一定会来劝这个架的 是的 他要把南部给清干净 龙丝哥应该会去回头打 架天路的方向 对 好 还是龙丝哥 以及圈内的龙丝哥 龙丝哥击倒了萨萨 因为龙丝哥应该会想着包队友去缓解一下压力 但是这个位置真的是蓝圈又痛 你知道吧 就是他自己 半山坡之后发现不对劲了 上不去 只能被迫去撞了这个南部达拿瓦的房具 十七和达拿瓦一起抽 KDF KDF 这个坡 啊就是车翻的 艺术感拉满 哈 抢分 再抢 这是白给的分 就这里 人头 小左的人头被堂递递给 这把usg肯定在这个厕所再也不能动了 这个位置也很边缘被刷出去的概率很高 龙总拳现在泡在篮圈里 主要是现在他不断的得要 那就是南部两个 算是独狼吧 等会要打一个胜负 大师被焦羊的枪线狂赶啊 最后还是mg 或者 厕所的 抬掉一个 对 这把开启 抢分模式了 哎疯狂的出分 再打一个吗 就在泼下 王弟弟 这血量很残 这是这个只要沾掉 应该就 哎 低血锁住 需要一点点 他出肉了 有火了 就看他雷的准度了 哎呦拉过来 这也很尬吗 感觉天爸这个位置也很难呆 打那把屁 最初城上人太多了 不不可能不看屁股的 老北在抽 左上角的usg usg 这两两个是真的没办法 反正目色所是完全不带圈了 老北跟萨萨姐把分给分掉了 现在唯一没有竞选的两个队伍 打那把应该要先把屁股面独狼打了 打完之后 也进不去 天路许是后续也身面临一个 你怎么下山的一个问题 把萨萨拔了这里就是 屁股的天下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这个 萨萨就被 解决掉了 你要想拿萨萨的位置 他已经不是加油站了 对对对 他已经不是加油站的位置 他那个是一个三角坑 但是换神去拿撤死我的时候 被萨萨的圆点是直接抽掉了 10点没了 的偏南侧这一块 下一波小苗扛压力啊 这厕所 牛海比是要去要去打这个点 嗯 圆点南南是抽到了小铃铛 架枪的人倒了 哎呦这边实际一下倒两个之后 那天鹿一看 天鹿准备冲了 这边天鹿打得很主动 天鹿还在圆点区限制下 天鹿的进攻 林苏被林苏在拿车 是的 他要拿车去 这边很混了 南北的两个战场 北边神经还没跟Pero 南边三十六混在一起 马里罗应该再扶小锁吧 啊全都顶不住了 小明扛不住了 没有人把他炸枪 这波是的 明明打了鸣 拿了打了小明 要让进来直接被实际手 一个雷倒 嗯 中段是封了火 就带着一个直角雷 偷还向对方的一个听空节奏 男人是人 他他已经踩到头顶 放走了实际手 人头互换算是 小被雪上的雷太子滴了 是的 只能原地趴着 原点南南是击倒了小铃铛子 小铃铛应该是想给这个马云龙架枪 还击一下他的压力的 好那边打起来了 三方会战 这叫马云龙架架架 还比八个淘汰 已经控制了北边 直下批倒了 直下批倒了 是的 林树想的战胜 这把林树真的是 太想得太好了 石器被灭了 但石器本来就是被夹的 是 呃 那个雷打炸了一滴血 确实 哦 叫后面的唐弟弟给放倒 前面的林树 你就在扶着 打完了三打三 三打三 但是从 这位置上来看 直接小铜左侧 拉过来被发现了 被发现了 赌了赌了赌了 这波赌了 没办法了 上风啊 没机会 是的 这真直接就 我觉得小铜这波 马路该挖就是堵 是的 是的 而且我感觉小铜这波 你说 就是他身上也没有淹了吗 大小鞋 打不过的呀 他只能去 就是说最后的闪光